皇帝为了羞辱宰相 那么这个臣子的家族从此也就登上了王公贵族的行列 只要王朝不倒 他们的荣华富贵也就不失去 而在唐朝时期 有一位大乡相相当奇葩 皇帝给他赐灰 他在洞房花竹也才发现 这位美女是六十岁的老妇 令人震惊的是 他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欣喜若狂 这个人就是窦怀真 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唐中宗时期 都怀真官居在相知之 他出身高贵 但是他是一个攀岩富士之人 为了升官发财毫无脸面 尤其是对宦官 那更是敬动得很 就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在皇帝面前 多给自己美言几句 对自己将来的仕途有帮助 在这些宦官面前 他是一点脸面都不要 根本就不像一个 官员的样子 对他们是言挺计从 当时唐中宗的皇后 在个人生活上不太简点 甚至当着皇帝的面 都丝毫没有顾忌 都怀真看到了机会 就极力产为逢迎 与对皇后没来眼去 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不仅如此 都怀真为了表达对位皇后的专情 还把名字改为从一 也就是从一而终的意思 这种厚颜无耻之事 受到当时很多大臣的鄙视 但都怀真却丝毫不在乎他人的眼光 甚至引以为老 两年后 都怀真的正妻去世 唐中宗听说此事后 为了不让他再与为皇后来往 就主动赐婚给他 一年的除夕之夜 唐中宗在宫里设宴请满朝文武 就在大家吃得欣喜的时候 唐中宗看到窦怀真在专心致志的吃 他突然觉得窦怀真这副样子十分可笑 于是便想拿他寻开心 唐中宗说 窦爱卿啊 郑卿说你的夫人过世好久了 不如今天朕就给你赐婚吧 赏你一个漂亮的 新娘 不知道爱卿意下如何 皇帝赐婚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窦怀真听了之后 连忙跪下表示自己的接受 并感谢皇帝还惦记着他的家事 而等到新婚之夜 掀开新娘的盖头时 窦从宗一傻眼 盖头下的新娘哪里是什么如花似玉的美娇娘呢 分明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子 但是窦从宗一又认出来了 这个新娘是为皇后的如母王室 自己不正是要讨好为皇后 和她谈关系吗 这就是一个好机会啊 于是窦从宗一欣然接受 还很甘之如意 节操什么的 在窦怀真眼里根本不存在的 凭着这顾死不要脸的精神 窦怀真成功地抱紧了为皇后的大腿 自己观之宰相 按照这个节奏 稳住自己的位置 至少下半辈子不愁吃喝了 但是谁知道意外居然先来到 后来发生了唐龙政变 太平公主跟李隆基 联手铲除了威后集团 窦怀真知道威皇后死了 自己的靠山没了 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为了与威皇后划清界限 立马将威皇后奶妈杀死 拿着首级去请罪 同时将名字改回窦怀真 命虽保住了 但也被唐玄宗辩出中央 召了好州 这一事件躲过一劫 但他并没有吸取教学 转而费记心机向太平公主 阿余奉承 成为太平公主亲父 原本想着背靠大树好成梁 这下可以官运亨通 平不清云了 谁料想713年7月 太平公主扎兵作乱 结果被唐玄宗诛杀 作为党语的 窦怀真没了上一次的好运气 同样难逃一死 不仅如此 窦怀真生前所为 深受唐玄宗厌恶 将其一族改姓读 窦怀真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 最终连姓氏都没了 也是悲惨 真是英文那句天道好轮回 苍天绕过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